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十二月二十四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曹彥俊 今天首先我們來關心的是 寒流發威 讓臺灣成為了凍番薯 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溫是在苗栗還有桃園的四點三度 而至於高山部分 玉山低溫是來到了零下九點二度 氣象局也對於二十個縣市發布了低溫特報 預估到下週一白天才會回溫 但還是有不少的民眾不怕低溫 前往了中南部的高海拔山區遊玩 寒流來襲 海拔兩千七百多公尺的南橫公路 亞口沿線 二十四號上午溫度只有兩三度 還是吸引許多人駐足拍照 民眾因為發現山區幾條小瀑布 經過一夜低溫全都結冰 形成冰鋪的美景 台中市海拔兩千五百七十四公尺的福壽山農場 清晨則出現零下四度的低溫 裡頭的藍櫻湖也結冰 遊客甚至拿起碎冰來打水漂 原方表示湖面上次結冰是發生在去年二月 福壽山農場最近的溫度都在零下 特別是從晚上七點到隔天早上的九點 溫度都在零下 冷空氣籠罩全台 氣象局針對二十個縣市發布低溫特報 清晨平地最低溫出現在苗栗與桃園 只有四點三度 高山的部分則以玉山的零下九點二度最低 不過由於水氣不足 南投河灣山清晨雖然來到零下六點一度 但還是沒有飄雪 讓追雪的民眾相當失望 氣象局提醒六日兩天都會是乾冷的天氣 高雄以北於宜蘭還是有可能出現六度以下低溫 下週一白天才會回溫 下週三東北季風增強 天氣還會有變化 民眾要做好心理準備 記者網民放榮濤 張明哲綜合報導